一 赠兵朝鲜 1894年朝鲜东穴党起义爆发以后 中日在朝鲜半岛抗衡 9月12日之前 野津道观的第五师团 一万四千余人 分四路围攻清军占领的平壤 当时中国军队 有两条增兵路线可供选择 首先是海盗 即由威海 旅顺 大谷口等 使用商船直接横渡黄海 将陆军运送至朝鲜的人川 崖山登陆 这种方式较为便捷高效 因而最初增兵均采用海陆 但是自从封岛海战之后 直接横渡黄海海面的海上运输线 被迫放弃 增兵朝鲜的另一个选择就是陆路 由山海关经由东北陆地 越过鸭鲁江进入朝鲜境内 尽管陆路增兵没有遭受袭击的风险 但是 副朝部队需要千里迢迢长途跋涉 加上大量自重转转运输 费时费力 既大大辞职了进军的速度 又对战力保存极为不利 经过权衡海陆两条增兵路线的利弊 北洋大臣李鸿章制定了一个折中方案 先用商船运载陆军沿中国的海岸线北上 经大东沟上速进入鸭鲁江 再进入朝鲜一周 开赴平壤 1894年9月16日 在北洋水师护航下 运兵船由大连湾平安到达了大东沟口外 但是满载着刘胜修部 四千余名明军官兵和大量自重武器的五艘中国运兵船 以及雇佣帮忙运兵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 都无法直接上速进入鸭鲁江 只能用吃水浅的小船接驳 但是当地接驳的民船竟然只有区区数十艘 刘胜修报告李鸿章登陆需要十日之久 目睹眼前的景象已经顾不上愤怒的刘胜修 下令马上开始登陆 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号 与鱼雷巡洋舰广被编为一队 配置在大东港的入口处 负责接驳场的警戒首飞任务 十艘北洋舰队主力战舰在大东沟西南方12海里下矛停泊 扼守在海洋岛方向通往大东沟的深水航道上面 日本陆军在朝鲜大同江的一艘中国船之内缴获平壤首将 致明军统领刘胜修的书信 从中得知大谷山大小陆岛可能有大批中国军队登陆 北洋舰队只派出了超勇、杨威、平远、广丙 四艘势力不强的巡洋舰 以及镇中镇边号文字船和扶龙左一号鱼雷艇随行护航 日本联合舰队误以为 中国护航的大东沟的军舰只是超勇扬威跟几艘弱舰而已 以为又能进行一次如封岛海战一般的偷袭 但实际情况确实 北洋舰队主力都参与了护航 9月16日下午5时 司令官伊东友恒率舰队起航 第一步的目标是控制在旅顺至大东沟航线中央的必经之路海洋岛 准备由此截断中国运兵船的线路 再向大东沟一带逐步进行搜寻 由于认为中国护航舰队弱小 日本方面只派出了第一游击队 吉野、高千岁、秋金洲、浪速四艘巡洋舰 和由旗舰、松岛以及千代田、岩岛、乔丽、比瑞、扶桑等六艘战舰组成的本队 另外联合舰队队伍当中还随行了两艘比较特殊的军舰 一艘是加收了火炮的商船西京丸号 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华山资纪中将 要观看袭击中国运兵船的表演 另外一艘是吃水较前便于搜寻侦察的小型炮舰赤城号 海洋岛是位于大连湾通向大东沟豪道上的一个岛屿 地处黄海深处距大连湾60海里 距鸭路江口80海里 岛屿面积为19.17平方公里 全岛俯瞰呈凹形 9月17日凌晨6时30分 12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到达了这个岛屿附近 并未发现中国运兵船 于是继续前往大谷山、大东沟附近搜寻中国运兵船 没言 突然时时20分 日本集业舰前为干内的料网兵大声喊叫起来 第一由司令平顶航三和集业舰的舰长和元耀一 立即奔上飞桥 平顶航三的望远镜里隐约显示 东北方向海上似乎有一缕煤烟 立刻通过旗雨 报告给了远处的旗舰松岛 司令长官一东一红判断 这个位置出现煤烟 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的运兵船只 日本舰队顿时沸腾起来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东北方的煤烟由一缕变为两缕三缕四缕 至中午11时大致可以分辨出7到8缕煤烟 而且数量还在增加 11时30分远处的煤烟下的军舰清晰起来 维多利亚涂装的北洋舰队慢慢显露出来 位盘里的日本料网兵被惊得目瞪口呆 展现在他眼前的 竟然是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在内的 北洋海军全部主力 而且其中还夹杂了恐怖的鱼雷艇 信号其匆匆升到了极业维甘的顶端 发现鱼雷艇和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伊东有红 看到极业舰发出的信号后 伊东有红偷袭中国运兵船的幻梦彻底破灭 他必须要正视眼前的事实 主力决战看来已经难以避免 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北洋海军主力 全部呈现在眼前 联合舰队当中充满了大战前的恐惧与不安 伊东有红为了平定舰队的不安气氛 下令士兵立即吃饭 而且允许官兵在甲板上自由吸烟 北洋舰队产生的滚滚浓烟 使得日本舰队比中国舰队 整整早了一个小时发现对方 中午11时30分 一些中国军舰围杆上的撂网兵 开始注意到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些异常 远方似乎有一些煤烟若隐若现 十二时整 郑元舰前围杆一名撂网兵 注意到西南方向有煤烟 紧接着更多的煤柱出现 进而发现煤柱下全是涂成白色的日本军舰 随即报告 郑元舰管带林太增 很快与美籍洋员马基芬 帮带大副杨永林好上飞桥瞭望 在确认无误后 郑元舰很快升起起雨 向全舰队报警 与此同时 各管带纷纷登高远望 战斗警报响彻北洋舰队上空 北洋提督定入舱 此时心理异常复杂 封岛海战之后 朝廷清流党一次次的责骂 飞难弹劾 北洋水师太需要一场胜利证明自己 此时日本舰队出现于眼前 机会难得 狭路相逢是向国内舆论证明 他自己的心计和勇气的大好机会 但是此次的任务是护航陆军登陆 如果被日本舰队发现正在登陆的陆军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单纯从海战角度考虑 利用潜水优势 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海域爆发 对于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似乎有益 但若如此 大东港内尚未卸在完毕的运兵船和陆军 势必会惨遭荼毒 而且日本舰队当中 似乎还有两艘运兵船 上面装载的极有可能是派来抄袭明军后路的日本陆军 不管如何作战 首先要确保登陆陆军的安全 丁路上下令起毛 必须抢线一步 在远离大东沟的位置 组织住来敌 定员 一挂出立即起毛的信号 所有军舰立即卷锁羊毛 老旧的超勇军杨威一向起毛费食 因此被落在了贵文 但后来两舰加速就位 此刻 北洋舰队全体外面势起高涨 未报封岛海战高深广引之筹 压力了太久 机会重新来了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10分左右 这支龙骑飘飘的舰队启动了 此时中日舰队相距约17海里 北洋舰队各舰换成了4成6米的大旗 日本舰队则夹挂红气球准备战斗 各艘军舰的管带都十分清楚 必须尽快拦截住日本舰队 掩护身后正在登陆的陆军 战场距离大东沟越远越好 然而超勇扬威两艘军舰的舰队 已整整13年 使得锅炉主机老化 现在最高航速只能勉强达到8节左右 因而北洋舰队编队的航速 既舰队当中最慢军舰的航速为标准 最快也无法超过8节这个航速 提督丁日昌与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 并肩站立于飞桥甲板上 身旁是定员舰的管带刘不禅 还有总管全军军械事务的陈银涛等几名将领 和英籍顾美戴勒尔 其实丁汝昌所扮演的角色 类似于对面西京湾上军令部长华山之计 他的价值在于督战 激励全舰队的士气 而指挥舰队作战的技术重任 主要依靠一直以来负责全军技术事务的两位总兵 林泰增和刘不禅 尤其是近在身边的右翼总兵刘不禅 下令舰队立即由刑事队形击脚鱼冠阵开始向战斗队形 击脚艳行阵变阵 以接敌应战 接而命令远处大东港港口担任防御任务的平远 广禀两艘军舰归队入列 鸡 enson顶不禅 鸡 织线